嗯 你能不能给爸爸你爸爸回来 叔叔 回来了吗 回来了 到了吗 你能不能就是给 今天我跟我妈又吵了一下 下午打电话去 我妈意思说我把钱给 你爸爸他们 你们家嘛 嗯 然后他妹妹读书怎么办 然后生活费怎么办 还出点什么事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说要不先买一套房子 我们首付 我现在不是有一些吗 我等账号到账 还能到个几万块钱 然后我们先首付买一套房子 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妹妹 然后写我们两个名字 那你妹妹那边呢 什么妹妹那边 你不是说你妈妈给那个 你妹妹要读书的意思 她的意思 然后年龄还小 你要买 那不买也没办法呀 你的父 你父亲又不同意 那你把 那你妹妹那你买了 点点赞 好把人气表 再买点一点 十二一个个钱 妹妹的学费就慢慢挣呗 那个 应该没啥问题 我妈妈 一会儿要过来 她说来你家看一下 我妈妈一会儿要过来 是不是 你看 她跟我发了那个消息 我妹妹跟我说的 因为我妈不识字 对不对 你看 谢谢点赞 帮我们把人气表灯牌亮亮 被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妹 所以你你觉得呢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妹 你们觉得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先买一套房子 然后首付 再慢慢 写我和小燕的名字呗 这样子我也不用给你爸爸 踩你 然后我妈妈也放心 她也安心嘛 大家有住的地方 平时在县城 他们可以来县城的时候 可以住 我们买个套餐的 小套餐嘛 八九十平的那种 就四五十吧 我们这个限制 点点赞 数十二个斤 好看来 嗯 你觉得 啊 我爸爸说先给那个 啊 你又觉得先买房 先 买房 我觉得对大家都负责吗 这不是现在 你爸爸可能不这样觉得呀 嗯 买房子那是我们一辈子的家呀 对不对 那才你给你爸爸了 我们两个现在用什么 还要买房 我还得去赚几十万 然后来买房嘛 那不然我们租房住嘛 一辈子 嗯 嗯 买房也不是不可以 不是我听爸爸的 是 也不知道怎么说 有自己的家不是挺好的 没有听我爸爸的呀 有自己的家不是挺好的吧 有自己的家不是挺好的吧 然后我们再 有自己的家过后 对吧 嗯 那你这样我爸爸肯定不和他们 那我又回遍 那你自己你也不爽是不是 就是小燕 你不开心是不是 我这样是不开心啊 那这样我爸爸也不开心 那你爸爸不开心 妈妈那边我倒无所谓啊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 可是妈妈也要生我的气 他觉得我挣了所有的钱 然后也不管妹妹不管他 全部拿来给踩你 我很为难了嘛 所以我觉得买一套房 对谁都好 希望我们两个名 帮我们点点赞美 收拾一个点 把人机票 把灯排亮一面 你觉得吧 因为不是买房很重要 你觉得 那你能不能给爸爸说我踩你 我就给十万 就我们再慢慢努力 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多 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呢 他之前不是说的我是什么 跟你说的 你觉得房子总要还是开心呢 不是我我觉得无所谓 我什么都可以为了你 可是 我不能不管我的妈妈和妹妹的呀 嗯 他们也很重要 他们是我们的家人啊 你知道啊 不能为了我们两个开心 就不去管家人的感受了 他们也把我养那么大 那我也在考虑我爸爸的感受 就我们两个人都在这 这么的家庭 那我先给十万 可以吧 你跟你爸爸说 爸爸也回来了 爸爸也回来了 你叫爸爸过来 可以吗 好吗 好吗 真的逃不过去 所以赚钱真的很重要 说是阿姨对不起 谢谢 我也很为难 我不是不想给 我愿意为小燕付出一切 可是我自己的母亲和妹妹 也重要 叔叔 你走过来 我给你讲个死嘛 你讲什么死嘛 我说我先你走嘛 我说我先给死了碗给你 然后 就拆你那么多 以后我挣了钱我再给 包括以后小君不是要结婚吗 小君以后我再帮忙 因为现在我互联网做的 也是可以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支持我 我确实现在拿不出那么多 钱 然后我想 或者我先买一套房子 你觉得要对不 买一套房子 我和小燕先 有一个家写我和小燕的 名字 你说吗 你什么 啊叔叔 你说 没钱了 那失望吗 哎 失望不行 这四碗不行 我现在没得那么多的 我先给你四碗 对不对 我先给你四碗 后头再给你就 乞讨剩的 我以后有了 我还再拿给你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确实没得那么多钱 不行 因为我最近生意也不是特别好 现在 现在 小君以后结婚的时候 我会帮忙再给一点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儿子的 啊叔叔 你觉得呢 小君以后结婚的时候 我会帮忙再给一点 现在当时我就有那么多 不行 不行 这十碗 现在你坐过来 我现在 人家呢有了十几碗都有 你现在十碗到了 不行 就不行 十碗我可以先给你啊 我的意思是 你也在那叫个字了 那我又不是一辈子都穷 对不对 叔叔 我努力到现在 我也可以了 爸爸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叔叔 我知道 他那个意思就是 之前我们 不是说 把人气表 灯盘亮一亮 叔叔 我是答应了 但是 小燕 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吗 我知道 我现在想娶你对不对 我爱你 我想娶你 可是达伟哥 没有那么多 那是不是 如果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呢 所以我们就 不考虑这些危险 暂时 不考虑 但是你爸爸说 让我必须 娶你 你不然就让我不要跟你见面了 我也没有办法呀 是不是 谢谢点赞 是不是 达伟哥也是因为 那我们现在这样也 不是 你要站在你父母的角度 我也是站在我爸爸的角度 点点赞 叔叔阿姨哥姐 我没有站在我母亲角度 我站在我们 长久的考虑的角度 因为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相互那么计较 干什么 我觉得 没有在计较呀 这本来就是之前 是不是 我知道 我的一次 现在我先拿十万 后面我再拿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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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贵嘛 这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都是我呀 你自己先要拿 拿钱 拿钱 你也回去吧 那么先买一套房子 说说我洗小眼和我的名字 要不 我把这个钱拿来 有一套房子你也安心吗 对不对 你之前不是说一套房吗 我现在先 不行 我只是说一次洗就要吃 不是这个不行 我觉得也行吧